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尾部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就把这个龙虾里边的尿液就给它放出来了 这样就保持龙虾非常干净 它也不会腥 好 我们用水把它冲洗干净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滤干水分 我们把它放在案板上 从中间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切一下 把尾部和头部分别给它切开 两个钳子的地方我们拿剪子把它剪出来 这样就形成三个部分 我们分别把它放在盘子里边 好 放在盘子里边一会儿我们上锅 不要一起蒸 分别蒸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龙虾 每个部位蒸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1-1.5磅的龙虾 尾部蒸4-5分钟 前置的地方就蒸7-8分钟 头就蒸9-10分钟 1.6磅到2.5磅的 还有2.6-3.5磅的时间呢 就分别增加一些 按着我的这个比例 蒸出来的就是恰到好处 这时候我们再准备一点葱姜油 然后洗一块姜 弄一把小葱 我们都把它切成丝 切成丝把锅烧热了 放上三四汤匙的油 将油烧热以后 我们将这个姜放进去 给它微微的炒一下 炒出这个香气来 让香气释放出来 大概炒个1-2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点细盐 加上细盐就可以关火了 趁着这个油温 我们就把葱加进去 好了 把它炒均匀就放在一边备用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蒸龙虾了 我们的锅已经烧开了 水开了以后呢 我们先把龙虾头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10分钟 蒸好后把它取出来 好了 我们这时候把这个龙虾钳子也放进去 蒸7-8分钟 最后蒸这个龙虾尾 蒸4-5分钟就好了 蒸好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龙虾钳子给它敲一下 拿这个菜刀 一会方便呢 好 取出来哈 龙虾头中间用剪刀把它剪一下 给它剪开 剪开以后呢 它里边的那个头的那个椭圆形的东西 把它去除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去 好 弄干净了 我们就放在一边就好了 最后龙虾尾巴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拿剪子 把中间剪开 给它剪开了以后呢 我们翻过来 用手呢 掐着拇指 这个地方按 就这样上下给它按 再按一下呢 它里边的肉 就会跟这壳呢 玻璃出来了 就脱离了 你看 非常轻松简单 好了 我们把肉呢 就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放在龙虾壳的外边 我们吃着又方便 而且摆盘又漂亮又美观 中间这个肠子 我们把它清出来 把它清干净 好 清干净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摆漂亮一点 放在盘子里边 好 给它整整形啊 把形整得漂亮一点 其实我们家里来客人呢 也可以用它来招待客人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大菜了 好 来好了以后 我们就配刚才我们做好的 这个姜葱油 就可以享用了 美味的清蒸龙虾就做好了 配上我们的姜葱油 简直是太好吃了 在家里边 谁都可以做 非常的简单 关键是 食材能够保持原汁原味 吃的肉呢 非常的鲜嫩 甜美 好吃极了 好了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咯 又是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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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